大家好,我是莉婷,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就是关于马劳被强制隔离 谁是马劳强制隔离,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受访者透露的就是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没有准备那些食物、干粮 所以他们只是准备自己的衣服 打算回到家中自我隔离 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都不懂要隔离的 所以出到来这种情况,我们整个人都杀掉了 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卫生环境 是他们也有投诉说 其实这个暂时的隔离中心 他们外面有很多蚊子 担心会因为住上一个晚上 可能就会惹上了骨痛热症之类的这个病情 可以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个照片呢 就是床路 就是在那个荣佛伊斯兰学院 暂时的隔离中心的床路是非常脏 非常旧 而且他们说是有一点点臭味的 那个窗外呢就堆满了垃圾啊 被废弃的塑料瓶啊 卫生环境是非常的糟糕的 那下次再来 那首先呢想要和大家解释一下 马劳呢就是我国的公民 就是大马公民 不过呢他们就持或持工作准证 或持白卡到新加坡工作 这群人呢我们就把它称为马劳 那么被强制隔离是什么一回事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的新闻 因为这个疫情就是在全国各地啊 或者多国的国家不断的蔓延 那么就连我国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呢 也不例外的 那么新加坡政府呢就从这个星期三 也就是四月八号开始呢就实施这个 半封锁的措施来遏制病毒蔓延的 那半封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非必要的场所呢是不能营业的 那么换言之呢在这些非必要场所工作的人就不需要来工作咯 那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也就是马劳 他们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 就是半封锁令实行的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回到来马来西亚和家人团聚 那么因为这个封锁令呢是在星期三开始实行 也就是八号开始四月八号开始实行 那么在四月七号的时候呢 就有大批的马劳也就是我国公民 就涌入那个柔佛的信柔长梯 就想要入境回到我国 好了 现在这批人呢里面有分为两个category 就是两个分类的人 一个呢就持有新加坡的工作准证了 就是他们在新加坡已经 他们的雇主已经帮他们申请了新加坡的工作准证 然后另外一批呢就是没有工作准证了 也就是没有新加坡工作准证 不过呢他们有这个健康出行医药报告 就是fit to travel 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已经去看了医生 然后医生已经开出了那个医药报告 证明他们是可以就可以出国的 就是身体状况没有异样 也就是可能就没有感染那一种病毒 就可以入境我国的 也据我相受访者拿到的资料就是 这两批人 第一批就是持有工作准证的马劳 他们是可以入境 然后回到各自的家里 各自的周数 去自我隔离14天 就是说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自我隔离 不过另外一群呢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另外一群持白卡进入 就入境新加坡工作的马劳 他们回到这里 就必须要被强制隔离 问题是这些人 他们其实在入境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在入境过后 需要强制隔离14天 那强制隔离的定义是什么呢 强制隔离就是 政府会把你送到一个地方 就把你放在那边强制隔离咯 就是他会提供你住宿 然后会提供你食物 饮料那些 吃那方面 住那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中 和家人团聚 OK 那些受访者呢 他向我透露的就是 他们被强制隔离之前呢 他们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需要被强制隔离的 就有一小撮 可能一小撮知道 可是受访者透露的 就是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没有准备那些食物啊 干粮 所以他们只是准备自己的衣服 打算回到家中 自我隔离 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都不懂要隔离的 就是出到来这种情况 我们整个人都杀掉了 对 哦 那家人方便了 家人方便不是这样的 打电话发聊了 还能怎样 OK好 现在问题就是这群人呢 他们被强制隔离后 他们就被送往一个叫做 柔佛伊斯兰研究学院去隔离 那个时候呢 他受访者也就是马劳 我就成功联系到一个马劳 叫做阿达 我们就把他称为阿达 OK阿达先生呢 他们其实 他们被送往这个柔佛伊斯兰研究学院的时候呢 他跟我讲的就是 那里的卫生环境 真的是非常糟糕 那时候我有形容是什么一个糟糕的方式 他就说 其实就好像公共场所 就是说你去那边 就好像你去公共场所看到的厕所 你去公共场所看到的这个地板 然后过后我们就有上网看一下视频 就是有一些被强制隔离的人 他就拍了这个暂时 就是政府称为是暂时一个转换的地点 就是说让他们过一个晚上 然后隔一天才安排另外一个隔离中心 不过呢那个一个晚上住宿的地点呢 那个卫生环境呢 就不言而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厕所 叫你怎样呆哦 那个洗衣机啊 洗衣机要两块钱 厕所没有灯啊 你看啊 汽水啦 你看后尾窗口啦 好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是吗 那一个厕所呢 的墙壁上面是满是无垢的 那如果你要洗衣服呢 一次是需要给两硬级 两块钱嘛 比两硬级去洗衣服 然后呢 那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那个房间 据我跟阿达所了解的就是 五个人一间房 那我们隔离的 在我们隔离的思维里面呢 隔离就是要一个人一间房 避免和其他人有所接触 那如果五个人一间房 那个空间就变窄了 那要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人 很多有关当局就会担心 哎 他们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住这个环境那么 卫生环境那么糟糕的地方 然后又五个人积一间房间 是否会爆发另外一波的疫情 没有人可以知道 我有问阿达说 那你有没有跟有关当局去了解 不过比较不幸的就是 他其实国语不是很灵通 所以他们在和这个政府官员沟通的时候 政府官员只会回答他 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下一步会是怎样的 那你有问过那边的有关当局吗 他们给你们的解释是什么 我们马来话又不懂 问他 我也不会问 就会有些的人啊 可以回到家隔离 我们就不可以了 那关于食物那一方面呢 食物其实都是因人而异 阿达对食物是没有什么要求 或者是调剔的 因为他认为吃得饱就好 美味或者又不美味呢 就是其实另当别论 也就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人觉得这一餐合他的胃口 那有些人就觉得 这一餐其实不怎么样 所以食物那方面呢 是算还算蛮过关的 只是他们比较不能接受的 就是卫生环境 是他们也有投诉说 其实这个暂时的隔离中心 他们外面有很多蚊子 担心会因为住上一个晚上 可能就会惹上了骨痛热症 之类的这个病情 可以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照片呢 就是床入 就是在那个柔佛伊斯兰学院 暂时的隔离中心的床入 是非常脏 非常旧 而且他们说是有一点点臭味的 那个窗外呢 就堆满了垃圾啊 被废弃的塑料瓶啊 卫生环境是非常的糟糕的 那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不想常住下去吧 那非常幸运的就是 就是在7号的时候 他们入境 然后住了一个晚上 这个暂时的隔离中心 那8号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阿达 也就是被强制的这个 被强制隔离的这个马劳阿达 然后我就问他 现在怎么办啊 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们其实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 那当时我就会有 就觉得蛮伤心的 我就在想 如果因为这个阿达的年龄 跟我的爸爸的年龄差不多 如果爸爸现在身处这样的情况 我是身为他的家人 我却什么都不能帮他做的话 那怎么办 就是真的是一种 束手无策的情况 也是让人家非常难过 非常伤心的 就是有要求有关当局 去给一个解释啊 然后下一步安排是什么 可是有关当局 据阿达跟我说的 就是有关当局 他们给的解释就是 没有办法 有些人也问 也问 他也是这样子跟你 回答你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样子 那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曼沙比利呢 他在当天的下午 两点半左右呢 就发出了一段谈话 他们就说呢 其实大马政府呢 已经安排了另外一个 比较舒服 比较卫生干净的隔离中心给他们 阿达呢 就在15分钟过后 就给我发了一个message 就是他直接拍那一个照片 非常开心的就是他们已经被安排到了 柔佛牛登的这个酒店暂时入住 他们在check in的时候 还有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我觉得大家都有遵从这个政府的防疫措施 那希望政府呢 也可以认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大马人民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你给政府合作 政府也给你合作 那可以战胜这一波的疫情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呢 我就会现场联系我的受访者 也就是阿达 然后问一下 现在他们在这个酒店隔离的情况 是怎样一个情况 那食物啊 住宿那方面 他们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敬请期待我下一个影片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其实你住在那边的话 你那边的人有没有说很不满意 然后有吵架之类这样的东西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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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 我们一到那边就有 有些那些人来到那边 一只炒一只炒呢 好